大家好,我是胖大帅,欢迎收到个本带关键,关键一把鱼女,黑白双煞玩具伤,这个阵容很花哨呀,但这个阵容打鱼女,我个人感觉,呃,咒术师飞轮还行,勘探员的话,不是会也是个飞轮吧,玩具伤估计是薄命,玩具傭兵薄命,那黑白双煞双飞轮的话,我觉得还行啊, 这边抓玩具伤,玩具伤直接一个跳板往这边大,啊,小船啊,小船走的话整个区可能会被包住啊,这个区被包了,这玩具伤很尴尬的,嗯,还行吧,提前拉下来了,那还行,这边的话四十多两边都能接受,然后鱼女的话这边应该是拒续播放啊,这个鱼女我们之前观战过的,她是百分之八九十的胜率打到过S1的, 就是说,我觉得这里,上来,呦,这玩具伤也是个飞轮,三飞轮,但是很可惜的,又这刀被打中了,这刀如果没被打中的话,整体上来讲,这个节奏就很好了,现在的话,因为鱼女这边第一刀开了,我后面只要闪现跟一刀就行了,啊,闪现跟一刀, 带走这边的玩具伤,嗯,应该是一个鱼女保龄真正,因为看待员,做术师张地图比较远,他们过来打架,太远了,太远了,他们得,就第一台机子修完,你过来打,其实意义也不大,你得是那种就是,差不多机子好了的那种,来打拖一拖,保一保可能还行,第一台机子,修完,你接过来硬打,结果不够, 又会意味着什么呢,因为这就因为鱼女如果说他,你跟他打,他打到一些东西,打到伤害了,甚至有可能就是挂飞玩具伤以后来挂你的,那这样的话就给鱼女等于续节奏了,就这个局我觉得穷者比较难的,他们要赢只能打,但是打了呢,特别容易输,还行吗,这边傭兵是,海班救下来,并且没有吃到多余的伤害,这边一刀续节奏带走,这个交换,可以接受,可以接受, 玩具伤的话,这边已经没有跳板了,后续再想要牵制起来,这个点位也没有特别多的东西,三块死铁勘探员,这边应该是有过一波交流,让这个玩具伤躺小船,然后这边勘探员打架,但是让大家注意的就是,这是一个二阶鱼女,他这边如果说包一波水汽,勘探员这边其实不太好发挥的,怎么在勘探员吸一手,哎呦,还可以啊,帮忙扛道,再吸,埋斯, 数字两连,这波好像打起来了,打出来了,确实他们要赢的话,他们,哎,冲刺打断,没能成,这个冲刺是否能打断呀,因为我这打一刀是可以打断的,但冲刺我就不知道,因为刚才水汽也没有补上,应该是可以打断的,要不然他也不会冲,因为冲刺当时,因为冲刺的时候,经常会有一个动作的嘛,震一下的,应该可以打断, 然后我希望评论区或者弹幕告诉我一下,开耐员再弹一手,好的,这把开耐员已经打出他该有的效果了,呃,局势上面来讲的话,通过这一波的拉扯干扰呢,已经是,哎,一刀打下来了,已经是打出了一个穷者的宝兵真身,我们来看一下现在密码机,要密码机的话,纵书师这边修完,拥兵最后一台,甚至纵书师还可以过来打架,开耐员再吸,人已经放下了, 二挂,开耐员没有,这是交飞轮过来补机子,然后开耐员压着救马,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咒术师过来会更好一点,他过来,我觉得穷者才有机会能打,这边的话是玩具上摇下来,闪现不太好交,这边的话想慢慢扛刀,卡住这个口子, 哇,这把开耐员真给,没办法,只能交闪现,磁铁还没好,这边那块板子会下掉,你牵起来我再下,诸书师有没有过来,没有过来,机子是好了,补水器,密码机点亮,一刀没能打中,这边的话也没想到密码机直接亮了,这里的话能翻这个窗,但是卡了一下,本来如果不卡这一下的话呢,我觉得这边应该也不如,我有开耐员,这开耐员真是要了个亲命啊,有没有飞轮,还真有飞轮, 再把是个三飞轮带,佣兵一个搏命,底牌已经没有用了,因为他这边的话闪现光交掉的,四人开门战,通缉到咒术师,佣兵中门,中称,中间卡了就行,中间卡了就行,一个护币满血的佣兵,应该是足够卡到这边队友开门走了,门的话应该老早开了吧,门开了,开了,开了,三跑,三跑,这把的话就是,怎么说呢,嗯, 我,虽然说我觉得穷者不要来打架会比较好,但是呢,我也给大家讲到的一个一点是什么呢,就是,他们想要赢就一定能打,那这把的话,看待员给我们展示的是,打架的一个上限,就是,打得好,确实好,改变们,我们下期再见,拜拜。